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花看了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由 Jack Jennifer主演的夜行准 影片开始了 在美丽富饶的城市洛杉矶 Jack是一名标准的 不遮不扣的 无业游民 今晚本来正在准备 干一丢丢步伐勾当 但远处的灯光让他有了警觉 原来是当地的保安 或者是私人巡警 总之不是警察 开始假装自地只是迷路 但突然看到对方的手表之后 Jack居然干掉了他 现在不慌不忙的开着车 后备箱的铜线 应该就是今晚的收获了 不过看这个表情 应该不是第一次作案 转头马上来到废铁厂出售 原来他有铜线 铁栅栏还有井盖 不过工厂主直接敲诈 以最低价格回收 表示不报警已经是很客气了 可Jack却依旧不屈不挠的在讲价 为了长久的业务往来 自己愿意接受你的最低报价 工厂主也真的是很敬佩 这个人渣的专业程度 大哥趁热打铁 还毛随自见了很久 想在这里上班 但对方怎么能 共用一个小偷呢 Jack幸亏一等地开着车 此时警车从身边经过 原来是前方发生了交通事故 无业游民也是下车瞧瞧 真好看到起来现场拍摄的人 他是记者 好像又不是记者 此时Jack的眼神 像是一个孩子一样的在学习 看着这位竭尽全力地想先拍摄 结束以后好奇地表示 这肯定会上头条 不知道是哪个台呢 但对方却表示 哪个电视台出价高 就上哪个电视台 这对于穷凶极恶的Jack来说 简直是感受到了胜利的彼岸一样 此时又看到对方的一车设备 就知道收入不菲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而这时又听到对方车里广播 玫瑰沙纳贝尔劫 然后对方马上飞奔而去 准天早上 在家的时候真的看到了昨晚的新闻 当然是偷接邻居家的线路 所以Jack确定了自己的事业方向 以为在喧哗的海滩上若有所思 原来是为了顺走路人的自行车 转头就在二手店里售卖 Jack的讨价本领是一流 把这辆车夸得已经不行了 连自己魂木西哥比赛 就是骑着他办到的 就这样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第一桶设备 当晚 接听通讯电台 拿着自己的小若基设备 开始了几个录像 都是因为自己到的太晚 不但碰了一鼻子灰 而且整项又都被跑光了 在最后的录制场面 虽然近距离拍摄 但却让警察一通大骂 害得同行也没办法再拍 以为今晚是一无所获 却让他听到了 同行卖视频给电视台的通话 跟一个叫做Nina的人 要价500 而最终杀价到了300大城的 现在不但没有胆怯 反而直接去了那家公司 开始以后Nina表示 那个视频我们已经有了 但Jack却吹牛说 我是最早到的 而且离现场更近 因为她的确在近距离拍摄 Nina果然看到画面后非常震撼 顺利的以250元成交 然后表示你需要新的设备 灯光也不够 需要更多的采访者 还要超过警察 第一个赶到现场 总之提了很多建议给这个年轻人 回到家后的Jack 果然好好学习 把警察的电台分布全部记载下来 发现系统原来非常庞大 有人报案 警察中心就会分配给附近的警员 他们到了现场后就会封锁 所以必须要比他们更快一步 Jack为了业务的顺利发展 决定聘用另外一个无业游民作为搭档 可当晚的合作上班非常不顺利 由于指挥路面并不及时 所以每次赶到现场的时候 都是扑空 搭档也是莫名其妙的 感觉不到自己在做什么 而Jack自然不会百分百交汇他 但失败以后都已没有工资作为处罚 所以下面的合作自然就会顺畅很多 现在为了拍摄已经开始私闯民宅 制造现场 所以拿出了与同行不一样 更加露骨的作品 Nina相当满意 对她的素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Jack似乎可以对未来有所创景 每次得到肯定的时候 而欲望似乎也悄悄地膨胀 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娴熟自如 鸟枪换炮 为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再放鸽子 坐架已经换成了300匹马力的到期挑战者 可对于搭档嘛 却更加的严格 这一晚 Jack像往常一样 被警察还要快速地第一个赶到犯罪现场 可由于死者被撞得很远 无法达到最震撼的画面 索性为了拍摄好的作品 拿到更高的报酬 居然破坏了事故现场 开始了践踏道德的底线 有了现在的作品 Nina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夸她了 但Jack的举动更加露骨 居然邀请了Nina吃饭 共进晚餐时 对方表示 只是礼貌的赋约而已 可精明很多的Jack 早已经看穿了之前电视台发生的一切 她的意思就是Nina 而现在 因为自己的作品持久力 早就提升了整个收视率的担价 至于新闻财政 执法 以及交通 还有教育的报道 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22秒 但对于本地的杀人类型的新闻 平均每一条的新闻长度 就达到5分07秒钟 所以Nina的电视台 对于这类新闻非常看重 而自己的素材 就会更加的弥足珍贵 要是今后不能持续的独家提供 Nina这个新闻主编 就很难和电视台签下新的合同 这番意思傻瓜都能明白 就是在威胁她 不跟我发生关系 咱们就没有以后 因为Jack的建议 句句露骨写实 所以Nina不能发怒 还得继续好言相劝 在这场谈判中 Jack已经明显占据了上风 但乐极生悲 果然在接下的工作中 总是晚来一步 被之前的那个同行 杰作先登 回到电视台后 被Nina一通咆哮 难道这就是你昨晚的谈判资本 自律性极强的Jack 不允许自己犯下如此大错 也是在家中大怒 所以现在开始了 迈进灵魂最深处的表演 大哥居然去了同行的家里 在他的车上做了手脚 当晚守株待兔 因为他们平时赶到现场的车速 肯定会发生大新闻 直接报销 而两人在对视的时候 基本已经说明了一切 其实这时候的搭档已经开始怀疑 无缘无故的 怎么会撞到电线杆子上呢 就在这时又听到了有人报警 表示邻居家发生了枪案 在现场最近的他们 这次真的赶在警察之前就来到了这里 可能是他们来得太快了 连劫匪都没有走 可Jack却心不慌 手不抖地藏在草丛里 连劫匪的相貌 汽车牌照都清楚地拍了下来 等他们走后才敢进屋 可这对于酒精沙场的Jack 同样惊恐万分 他拍下了最真实 最血性的画面 回到电视台后 妮娜已经彻底被震撼了 但在这次讨价中 Jack完全占据了上风 不再是斗志玩了几百几千 而是最终 以一万五千美元的天价成交 然后再把刚刚激动于危险的心情 全撒在了妮娜身上 现在的条件是 要和你的上司见面 要求在台长面前夸我 推荐我 还有在电台自己的办公室 最重要的是 以后不许再讨价还价 因为给你们的价格 会是自己深思熟虑 在考虑其他电台之后的报价 现在Jack的表情 跟之前那个生瓜蛋子 简直判若两人 再补充一点 今后想要几点和你发生关系 你就必须几点到 任何理由都不能请假 其实就在刚才 已经在路上 把劫匪的画面都剪掉了 只给了妮娜后续的画面 因为她在酝酿更大的一盘棋 现在新闻主任妮娜 已经被她彻底征服 并且全按照她说的去做 消息传出后 电视台的收视率节节升高 虽然脸部都在打马 但依旧震撼感十足 可事情毕竟太大了 也来了当地的警察 Jack的理由却是 听到有人开枪 所以进去看看 是否能提供帮助 至于拍摄问题 因为人人都是自媒体 所以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最重要的一点 Jack与警察的谈话中 没有提起任何犯罪人的情况 可对方刚走之后 他就通过车牌 查询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车辆所在地 当晚就是一路跟踪 最近的距离只有20米 此时拍档 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 Jack狠狠地批评了他 现在他们跟踪到一家餐厅 Jack先是报案 然后要拍档 下车继续拍摄 但对方表示 你已经疯了 这简直太危险 可他却以不知不公司 为理由来要挟他 无奈 只能乖乖拿起摄像机 准备就绪 而自己就在 对面马路的车里 其实同样异常危险 现在的警察 刚刚到现场 对方已经开始拔枪 而就在另一组人 也感到的同时 果然开战 一个被击倒 一个开车逃走 看到这个场景时 Jack淡定自如地跟了上去 拍档已经激动得不行了 可这些都是Jack一手安排 一路上狂飙追逐的画面 同样被记录了下来 凭借着到齐SRT的强大马力 Jack没有错过了任何一个团结 就连警察阵亡 都没有能够阻止 自己停下来的脚步 这时也从马路的另一边 出现了第二辆警车 现在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了 还在等待更大的新闻 就在第二次发生事故时 劫匪的车终于翻了 冷静地停在一边后 马上赶到了劫匪的面前 他似乎看到了什么 然后又让助手前来拍摄 自己要拍摄另外的角度 可刚过来的时候 突然开枪 原来这样的枪击案 也在他今晚拍摄的素材范围之内 此时的Jack真的已经疯了 拿走摄像机以后来到电视台 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他变态扭曲的心理早已经根深蒂固 妮娜对这样震撼的画面 再一次被征服 出去以后 甚至连自己同事的话都听不进去 因为Jack似乎已经唤醒了 妮娜心中的恶魔 至于他开始名正言顺 形成了公司式的拍摄团队 而在开了议会的时候 只有一个宗旨 就是永远都不能让自己的员工 处于危险之地 本片《杀青成功》 该片上映于2014年 豆瓣评分高达了8.3分 影片的名称 《夜行者》 看似高大上 误以为是惩罚犯罪者 游走在夜晚的英雄 实质他就是犯罪的本身 死神的使者 为了生计可以不择手段 在洛杉矶 这个富饶的城市里 偷鸡猫狗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可想要立竿见影地抛弃贫穷 身后的灵魂就显得一无是处 因为眼前看到的那些所谓商机 都是人血馒头 贪婪 最后是征服 把社会底层的小混混 为了在大城市续命 看似不规则的世界里 在法律边缘 可以游走得如此灵敏 影片按黑气质浓郁 观影后让人道德三观尽时 可这也许就是真实的 也许就是新闻商业 背后运作的内幕 他们可没有宣传 只有报道 观众在电视新闻前 两三分钟的满足 后面真的背负着 主流价值观的意义吗 再来看我们的演员 Jack Jalen Hart 性感张力十足 可就这样一个活脱脱的帅锅 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连头也不回的 就走向了实力派 让观众真的有些错不及防 在演绎中 很多情节都是自己加上去的 而至于那样瘦肉的身体 也是在拍摄之前狂瘦了20磅 因为Jack认为 他在戏中的感觉 是要永远饥渴的状态 就必须要瘦 所以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看看原著 让我们可乐 啤酒 薯片 米花准备好吧 花花只分享值得观摩的电影 记得点击订阅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